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川普的推特治国 然后再谈一谈川普和彭斯在美国美中关系中的不同的角色 今年六月底大阪G20峰会之后 中国的很多商界人士和投资者他们对美中关系前景看好 认为川普答应不增加新的关税了 中共也答应重新开始谈判了 而且还会向美国购买大量的农产品和食品 这就让他们认为贸易战会走向缓和 那个时候中国的股市好像还往上冲了一下 不仅仅是他们 很多中国民主派自由派的人士 他们对这件事情有相同的认知 只不过是他们的态度非常不一样 他们感觉非常的悲观失望 他们认为美国又中了中共的这个缓兵之计 中共又有可能重新发展经济 然后用经济力量来加强集权统治 我过去的这个很多期视频当中 包括去年12月份的 那个一评论证的第118期 和今年6月底的175期 166期两期当中的 都告诉大家中共 如果是不被彻底打垮 美国是绝对不会休战的 只不过是美国他不愿意 马上就逼得中共狗急跳墙 同时他们也不希望 在世界产业链重新打造好之前 中共经济就突然崩溃了 再引起整个世界的经济危机 所以他们要打一打停一停 贸易战 肯定会一直坚持下去 直到中共被拖垮为止 G20峰会结束 到现在还没多久 昨天川普又发了新的推文了 开始指责中共 说中共不履行承诺 没有向美国 购买大量的农产品 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 川普执政的一个特色 就是 他在发布正式的这个文件之前 在公布官方的政策之前 或者是在启动重大的行动之前 他在推文上面 要先放一放风 所以很多人把川普的这种做法 叫做推特治国 因为川普 他不相信美国的传统的媒体 跟他们关系不好 所以说他运用自媒体 来表达他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来宣示他的政策 而所有的这些自媒体当中 川普 最善于运用的 就是推特 川普写推特 实际上就像 过去的那些总统 比如说 奥巴马 克林顿 他们跟媒体讲话 是一个性质的 川普可以通过一条推特 他就跟金正恩约束来见面了 那绕过了所有的媒体 绕过了所有的外交程序 川普已经把这个推特的这个功效 发挥到了极致 现在呢 川普他又用推特 来向习近平喊话了 向中共喊话了 如果习近平能够像金正恩一样 对川普的推文 做出积极的回应 履行自己的承诺 向美国购买农产品 那么川普 他暂时不会增加贸易战的 这个力度 如果习近平和中共高层班子 再一次的 这个误判了川普 又像过去那样 反复无常 出而反而 那川普也一定会像过去那样 突然出手制裁中共 比如说他可能会对 华为或者是其他中共的这些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 或者是呢 干脆增加新的关税 这种可能性在今后半年之内 那是非常之大的 即使是川普不增加新的关税 不采取新的这个制裁措施 现在 美国和中共之间的贸易战也没有停止 因为 过去所实施的那些制裁措施现在一直在延续 2500亿美金的这个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已经被征收了25%的关税 华为已经被美国和他的这些盟友秉除在5G的这个发展之外 华为的手机和其他产品呢在海外的市场现在已经呢 减缩了一半 中国 这个国内经济在过去四五年当中一直是在往下滑 中共不敢说这是经济危机 他们把他称之为啊新常态 结果贸易战 就这么一直打下去 所以说也可以说啊 贸易战 已经成为了 美中关系的一个新常态 在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战场上面川普他是亲自挂帅的 但是呢 川普很少对中国的政治问题发表看法 对香港反送中运动 他也只是说啊 人数很多啊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了 他表现得非常的超然 这次呢 G20峰会当中他也不提香港问题啊 也不提中国人权问题 他也从来没有批判过中共的这个专制制度 不从来没有批判过中共的意识形态 他甚至还表扬习近平本人啊 说这个人是个好人 这这些 这个言行呢 在外界看起来 川普就是一个为了经济利益不择手段的一个商人 只不过呢 他现在是把美国 当做一个大的公司在经营 中共过去呀 一直对他就是这么看的 以为川普啊 就是个商人上台之后 用钱 就能够把他摆平 有些中国民主派的人士啊 也对川普没什么好印象 认为啊 他就是这么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随时都可能跟中共妥协 我不是反对大家批评川普 批评川普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如果是因为呀 这种对于川普个人的这个理解错误 从而导致了对当前的美中关系的这个误读 进而呢 错误的判断中共中国的这个经济政治走向 那就错得太远了 所以说我今天呢 要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 要想理解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政策 要理解川普 不仅仅要看川普在说什么在做什么 而是要看整个的川普团队他们在做什么在说什么 要看清楚川普团队成员之间这个分工合作的关系 在这个团队当中是存在着一种非常明确的分工的就是有一部分人 他的工作重点那是保障美国的这个经济利益 另外一部分的他的主要任务是弘扬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就像一个人正常的人啊 他既有物质上的需求也有精神上的需求 美国这个国家他也有经济上的需求 同时也有政治上的理想 经济上的需求那就是要保证经济繁荣 政治上的理想 那就是要在全世界推广民主宪政 打垮专制集权建立起这个永久和平的国际秩序 而这两者之间的他又是互相促进的这么一个关系那美国的经济繁荣了他就更有力量来推广自由民主 全世界的这个自由民主化的程度 提高了那么美国的经济就会更加繁荣 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川普的这个团队呀过去三年以来的他们的运作就会发现啊 川普当局 他们在国际上总是在政治经济两方面 双拳并出左右开工 只不过是川普他是主打经济主打政治的呢就是副总统彭斯 在这个政治战的战场上彭斯是主帅他手下的一些大将比如说国务卿 蓬佩奥国家安全助理博尔顿这些人 去年10月3号的时候彭斯啊他在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发表了一个批判中共的 这个演讲 他隶属了中共 对于中国人权的践踏对于国际秩序的破坏 他那篇演讲被大家都理解为是这个新冷战的开始 那篇讲话就是向对外界表明啊美国和中共最深层次的这个冲突 是价值观的冲突 是制度的冲突 贸易战只是价值观和制度冲突的一个表面现象啊一个最后的结果 那也就是说明了啊 中共极权专制不彻底的结束美国与中共他不可能休战的 更加令人鼓舞的是啊 这个不仅仅是川普团队的共识 也是美国政界的广泛的共识啊 除了少数的被中共收买的那些政客之外 本来呢彭斯他是打算在今年六月四号的时候啊再一次发表第二次啊对中共的这个政策的演讲 可能是因为要配合这个贸易战进度的这个关系这个演讲被推迟了啊 因为两个拳头你必须要互相配合必须要打组合拳才能把对手打倒 在贸易战还没有达到啊这个白热化程度的时候政治战他是不能够啊提前进入决战阶段的 所以说彭斯他要推迟演讲但是大家拭目以待 当下一次贸易战的再一次升级的时候彭斯他一定会啊重新的站出来批判中共啊吹响对中共政治战的第二次号角 所以美国和中共之间的这种政治战他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这个语言和观念的交锋的阶段了已经进入 实质操作了 三天之前这个彭斯会见了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 黎智英告诉彭斯说除非中共完全退出香港 除非香港实行真正的双普选 香港人的这个斗争是不会停止的 而彭斯呢对此呢是非常的支持非常赞成 给大家介绍一下黎智英啊我95年在香港流亡的时候啊 这个 长矛梁国雄先生呢曾经介绍我到苹果日报去工作 黎智英呢 就是苹果日报的老板 所以说我对黎智英呢是一直是比较关注 他曾经呢是靠做服装生意起家的啊 创建过一个叫做佐丹奴的品牌相当大生意做得很好 但是89年之后啊他因为态度太反共了 所以没有办法在中国去 推广他的生意 他就把这个品牌卖掉了 然后用这个钱几十亿吧 来办媒体 媒体呢也做得相当成功 所以在这个香港的这些商人当中啊 而且呢这个人他还是一个直接的行动者 出钱又出力 2014年的香港战中的这个运动啊 他是重要的参与者策划者之一啊 这次反送中大游行他也是身体力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说他是这个香港民主运动的核心人物 那是一点都不过分 彭斯 这次会见黎智英 那就是直接在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而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实际上就是在支持整个中国的民主运动 就是在跟中共进行一场政治战 前几天呢美国外交部下面呢 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叫做天赋人权委员会 委员会的这个宗旨啊 他就是要用美国独立宣言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这种精神啊 来重新界定一下人权的定义 然后根据这个定义啊 来推动美国的人权外交 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堡垒在哪里啊 就在中国啊 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专制政权啊 这些人权的这个迫害者 谁是他们背后最大的支持者啊 那就是中共了 所以说这个天赋人权委员会 那就是川普当局 专门针对中共 而建立的这么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啊 他将会成为美国对中共 政治战的一个重要的机器 他将会对 这个中共啊 发起舆论战啊 在联合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国际组织当中 他们会尽力的跟中共啊 来进行搏斗 他们会甚至有可能把中共赶出联合国的人权 理事会 所以说呢现在美国和中共之间的这个贸易战 不会结束 政治战也不会结束 只会越来越激烈 亲共人士啊 还有一些既得利益者 大家不要抱任何幻想 不要以为中共啊 这次还可以使你逃生 中共这次是死定了 你们呢 赶紧 各自准备后路 那反共人士和民主团队 大家也一定要保持一个战略定力 昨天呢 我跟一位台湾的资深智库的学者 谈到这个问题啊 他希望我跟国内的 中国国内的民主派朋友 转达一下他的意见 他说 在美国没有压垮中共的这个经济体系 之前 在这个中共啊 他有巨大的资源可以维持 他的这个维稳体系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急躁冒进啊 不能够贸然启动政治抗争 贸然用政治诉求去啊 动员老百姓去抗争 但是啊 这并不是说要我们无所作为 相反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非常努力的进取 你一方面我们可以这个加紧的建设我们自己的团队 在团队内部啊 进行自我培训 提高这个整个团队的操作群众运动的能力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啊 这个暗中的推动那些有经济诉求的有社会诉求的 这些群体啊 去进行抗争 去消耗中共的这个维稳力量 那在这一次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当中啊 流行的一个英文短句 叫做B water 是 B就是是 Water就是水 这是李小龙啊 他这个教授 这个教别人自由搏击的时候啊 用的一个术语 他就说了在格斗的时候你自己要像水一样 随时变化啊 不拘一格 那孙子兵法里面也说过 兵行向水 避高而趋下 兵之行 避时而就须 而积须 所以避开敌人的强项 打击敌人的弱项 政治斗争 也是这样子 民主运动 同样也是这样子 中共的他这个维稳体系现在还在高效率的运作啊 对于政治上的这个反对派 他们呢 那是不遗余力的进行残酷打压的 而且 他们现在有这个能力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避开他们的锋芒 不能够公开的进行一些政治活动啊 来跟这个维稳体系啊 进行正面的这种碰撞 但是呢 现在这个维权群体的人数啊非常的多 而且随着这个现在经济 一步一步下滑 那这个群体还在迅速的扩张 所以中共的这个维稳体系 他是没有办法对这个群体进行强力镇压的人太多了 比如说啊 我们如果是100个这个民主派走上街头要求民主宪政 大家都会被判重刑 但是如果是 有一万个人啊走上街头要 反对强真强差或者是其他的诉求 那个时候中共就没有办法 他 他甚至是有时候他为了不把这个事态扩大化 他会答应这些维权群体的要求 所以说动员维权群体上街风险要小得多 所以说大家 这个可以一起来做 我们暂时不用政治诉求去动员抗争 我们把自己啊 混在那几千万这个维权群体当中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走上街头了 那这样的我们就会安全很多了 这样的我们对中共的这个冲击力度也就会大很多了 香港民主派呀 这次用了这个冰行向水的战略啊 取得了这个阶段性的胜利打败了中共对香港的这个民主自由价值的这个侵犯 干的非常漂亮 但是客观环境呢 要求我们大陆的这个民主派 必须 比香港民主派更加隐蔽 因为香港有一定的自由法治的保障 他们可以形成政治团队啊 他们可以公开的进行政治动员 大陆啊 是现在是完全没有这种政治空间 大陆 这个民主派 如果是一旦暴露了自己的政治意图 轻的就会被判刑啊 这就会被监控 重的就会被判刑 香港民主派 像水一样的 这个避时就虚 我们呢 要像风一样 来无影序 无中 无形无相 我们要做到无领袖 无章诚 无机构 无名称 做到了这事务 同时呢 我们还要有清晰的目标 要有周密的策划 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像风一样的存在 一旦我们 能够联系起动员起众多的维权群体来同时行动 那我们就能成为一股强大的预风 台风 我们就能够啊 冲垮吹垮这个专制制度 吹垮这个维稳体系 好那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订阅 同意我观点的朋友 请点赞 同时呢 愿意讨论问题的朋友 请留言 我开这个频道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啊 就是发现和结交 所以说 这个每个朋友的留言 我都会阅读 如果是哪一个留言呢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我也会 尽快的回复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